营造美丽的世荣景观要靠全民一起来 花莲市东兴三街200巷口 由约翰设计公司出钱出力 将原本斑驳的墙面和脏乱的空间 彩绘成了美丽的图案墙以及双新花园 成为了社区民众拍照的新景点 市长魏嘉贤特别前往自政的感谢状 也呼吁美好的家园环境 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 经过东兴路与东兴三街200巷 视线会被一整排的彩绘墙给吸引 这是由未在街口的约翰设计公司 主动营造的社区美化成果 因为我们刚好住这附近 然后之前刚搬过来的时候 这边的环境就比较乱这样 然后想说都住在这边 就想说把它弄得漂亮 让这边的居民就可以感受到 感觉都很好这样 喜欢种植物啦 那就是喜欢有带一点花园的感觉 那本身又做工程 所以就有画一个蓝赛图的感觉 在那边 台南的那种蓝赛图的那种感觉 是 啊花圃的设计也好浪漫哦 就是有什么 因为我们做工程有些材料会有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会运用在 就是有多的话就运用 就不买了啦 对就是再利用这样子 市长温家贤特别致胜感谢状肯定企业协助营造 美好家园的用心 那我们过去知道这个墙面在这条巷子里面的墙面是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特色 而且也非常比较墙面比较张乱 那经过他们公司的巧手之后 那把这个地方画得非常非常漂亮 一个美丽 那原本这边有一些国产的用地 他们也把它乘租下来做一些整理 那预计也花了不少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非常谢谢有那么多企业愿意这样子 投入资源 把一些闲置空地来做乘租 甚至做一个整理 那以花莲市公所的预算来讲 如果真的要每一块地来做的话 真的是不够 那真的需要每一分 每一个人愿意出钱或出力 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社区打造得更完善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这么多善心的企业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任养附近周遭的国有地 自己来把它整理起来 让我们附近的环境能够更美好 在此我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一整排的墙壁区分好几个主题图案 邀请到台一大的女学生来彩绘 旁边的空地还打造了一个 双爱心花园以及天使之意拍照区 成为社区民众和孩童喜欢的拍照景点 市长温家贤欢迎更多企业民众 一起来营造美丽优雅的社区空间 让城市更有活力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